我们不是金鱼 记忆不止七秒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过去有很多的热点事件 都是在发生的时候 火遍全网 热热闹闹 各种媒体都在不停的报道 热搜上也是不停的上 结果几天之后 三到五天之后 这事情就消失了 而且后面也不会再有跟进的报道 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热点所代替 就让大家把这个事情就忘了 所以大家都说 互联网的记忆不会超过一周 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 不要像金鱼一样 记忆只有七秒 当然现在科学已经验证 金鱼的记忆不止七秒 这只是一个比喻 我们很多事情 金鱼记不住 我们应该记住 比如说像武汉的 在学校里被碾压身亡的小孩子 那个孩子 那个事情后面怎么处理了 他的母亲在伤心欲绝十多天之后 被各种各样的网报 最后导致直接飘了楼 他的父亲也因病住了院 后续他们怎么样了 学校里头的那个肇事者怎么处理的 警方有没有公告 教委怎么跟上处理的 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 副校长是被停职了 那然后续跟家属是又是怎么处理的 他是在这里停职了 还可以在其他地方上任 还是说停职的期间就暂时 只是暂时的停职 事情过去之后 他还能官复原职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都需要有人继续跟进 去看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希望这个当地的有关的媒体 希望各种各样的自媒体 有条件的也去继续关注一下 跟进一下 武汉的这个孩子的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样 还有一个就是6月10号 江西省成立了树头压脖事件的调查组 好几个部门联合调查组进驻 进驻了发生这个事情的学校 一周过去了 有任何调查结果出来吗 给出了任何调查的报告吗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调查取证的难度在哪儿 我认为应该并不难吧 你当然大家都认为这个肇事数头啊 已经肯定已经不在了 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取证 您这个调查组成立了一周了啊 当时这个央视也报道 新华社也报道啊 动静弄得这么大 你一周的时间是不是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 你有什么结果了 或者说你什么结果都没有 那你这一周在干什么 不要觉得这个热度过去了 这个事情可能就算了啊 你过过个一两周说一个啊 不是鼠头啊 就是牙脖 到时候这件事情就算不了了之了 这样的事情已经出过太多次了 这个事情啊 从这个调查组成立进驻啊 已经一周时间过去了 什么结果都没有 再一个呢 就是穿大女生的时间 穿大女生事件出来之后啊 又形成了反转啊 来回来去 女生道了歉啊 痛哭流涕 离花带雨 这个当事人原谅 原谅了之后啊 他又陆续被爆出来很多黑料 他并不是他口中说的那个柔弱的姑娘啊 并不是说像他说的啊 那么单纯善良 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涉及到他在河南大学的事情 我认为处理迅速得当的只有腾讯公司 腾讯公司第一时间跟他解除了 这个实习合同 其他的包括四川大学 说要对此事进行调查 好几天过去了 没有消息 河南大学说要对他以前在 河南大学当学生会的时候 有些事情进行调查 也没有结果 大家都眼巴巴的等着 等几天 可能又有其他的热点出来 比如说梅西来中国了 比如说有个小伙子跳下看台 去这个追梅西了啊 成了全世界的焦点 之前的这个传大女生的事情 好像就过去了 互联网每天都会有新的热点出来 每三天就会有爆点出来 大家的视线是不停的转移的 所以我们如果像金鱼一样 记忆只有七秒 本来互联网的这个热点转换就快 我们再拿这些事情 根本不当回事 那这些事情可能就该过去就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 有常识 有判断力的成年人 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得一个 要一个说法 我们心里应该有感秤 像明星八卦什么的 爱怎怎的 是吧 大S一间和汪小飞一间 他们的恩恩怨怨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可以弄成长篇电视连续剧 你爱弄弄去 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得要个说法 武汉的那个孩子 江西的这个树头压坡事件 还有这个川大女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希望在 我希望都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好谢谢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